- 段落有前奏、主歌、副歌、桥段、solo、尖奏、尾奏等等 有人声或主音的段落 通常归类在主歌、副歌或桥段 伴奏部分是前奏、尖奏、solo或尾奏等 主歌通常最先出来,在铺层之后呢,就会进入副歌了 副歌通常是最容易被记忆的一个段落 但是如果是学搭鼓的话 你就要去试着听其他的部分哦 如果你听歌习惯听到一半就切掉的话 请你先充分练习听完整首歌曲之后 再进行下面的课程哦 常态一般是这样子的 一般呢,我们会从前奏开始 进入主歌、主唱唱歌的部分 接下来慢慢的铺层进入副歌 接下来呢,经过一段桥段之后 会再回到一次主歌、副歌的循环 在第二次的副歌结束之后 通常会有一个肩奏或者是solo的部分 这个部分呢,就是由其他的乐器来展现技巧的时候 那最后呢,通常会是一段副歌 然后接上尾咒 以上呢,这种分类法 就是传统的叫做三段副歌法 那如果要调整这个三段副歌的方式的话 有很多种做法 比方说呢,主歌就可以少一段 然后直接进副歌 那有些呢,会直接把第一次跟第二次的副歌连在一起 那也有一些呢,会让最后多一次副歌 但是最后一次副歌 可能情绪会更高涨 也有一些很特别的歌 它是从副歌开始的 好的,虽然有很多种不一样的做法 但是一首歌呢 它一定有相应的规律存在着 我们运用数拍 也就是念出一二三四 这样子的方式 数出每个段落的小结束 初学者呢 要数出正确的拍子 是非常有难度的 所以我们建议呢 你从自己最喜欢的音乐开始数起 或者是 请你去请教有音乐底子的朋友跟你一起数 说不定可以因此谱出一段练曲哦 以下呢,有一些规则是在数拍上面的一些小诀窍 第一个 大部分的段落都会是四个小结或者是八个小结一循环的 第二点 有时我们会出现五小结、九小结 甚至是八小结加两拍 这一种比较奇怪的组合 通常多的那一个小结或者是多的那两拍 都可以当作是过门来使用 第三个 节奏的第一拍不一定是唱歌的第一拍 在这个部分呢 会牵扯到所谓强企牌子跟弱企牌子的不同 再 Strong 0 0 0